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豆干类入菜可以说是家常菜色 不过你买的豆干干丝卫生吗 台北市卫生局日前就抽验传统市场超市餐饮店的市售豆制品 就发现这五件产品不合规定 台北市卫生局110年的豆制品跟豆浆的一个抽验结果 我们分别从传统市场超市还有餐饮店来抽验我们的豆制品跟豆浆 主要是检验它的防腐剂过氧化氢着色剂跟基改黄豆这个部分 总计超验的85件产品也有5件是不合格 不合格率是5.9% 这5件不合格的产品当中有3件是检出过氧化氢 就是杀菌剂阳性的部分 两件是检出防腐剂本甲酸超标 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违规产品的一个类别 我们总共抽了12件干丝 那其中有3件是不符规定 它不符率是25%是最高的 那其实是豆干跟豆腐 那这些产品的话 其实在台北市的市场部分已经要求他们先做下架 那也追溯到来源都是外线市 所以我们也通过外线市这边就生产端这边进行相关的确认跟管理 卫生局呼吁业者应秉持职业道德 误滥用食品添加物 尽可能冷藏保存于7度C以下 并采先进先出原则 也提醒民众在选购豆制品时 对于异常白皙或偏离传统色泽太多的食品要提高警觉 以减少购买到违规食品的机会 并优先选择完整包装产品 掌握完整的产品讯息 烹调时可以用温水浸泡或汆烫 减少食品添加物的残留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